我就打算回去让我爹去再相府 跟你父亲提亲 你说得对 我们要好 就好给全天下人看 我故意走这么慢 还不过来追我 我要是过了前面的路口 你是不是找不着我了 不过他陪在李姑娘身边 也不会出来追我 月夜 今日决堤场有比赛 我正想去找你呢 随便一起去吧 我不去 你平日里可不会错过这般热闹的 说了不去了 彦彦 他怎么来了 不是要去决堤场吗 还愣着做什么 你答应了 彦彦 你让开 彦彦 彦彦 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我生气关你什么事情 你去找那个董事明事里的人 韩德热 怎么又是你 燕燕不愿见他 还不快滚 别逼我再动手 这是我和燕燕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让开 燕燕 给我 出手 我每次都欺负你 好几次都让你爹把你给禁足在了府上 你不生我气啊 当然不 是让我喜欢你的 哦原来你是喜欢我呀 那那你喜欢我什么呀 燕燕姑娘 美丽出众 性格豪爽 全上京城 秦母燕燕姑娘的 那可是不计其数呢 我也这么觉得 可惜有些人能像木头一样 就是看不见 木头 好 那我便不打扰二位了 韩德热 燕燕 你可千万别再被这小子迷惑了 只有我这种大辽勇士 才能真正地配得上你呀 你 你说你喜欢我是吗 对呀 我不信 那你要怎样才相信 那你像那个人一样 往那一躺 接生一传 我就相信你的话 怎么 不敢去啊 谁说我不敢 摩鹿骨 你 我来 摩鹿骨 摩鹿骨 下吧 行不行 先下来 东西下去 摩鹿骨 摩鹿骨 为了表达我的爱意 再加一关 你不要命了你 摩鹿骨 我才想起来 我爹在府上等着我有事呢 我先走了 走了 鹿骨 走 走 走 鹿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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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呢 你干什么 我还生气呢 好了 验鹿骨 乖 不闹了 好不好 你要是早一点说清楚 哪有刚才的事情 下次 我绝对不会了 日后 我会替你把这些事情 全部挡在门外 我告诉你啊 韩德啊 我萧嫣可不是在全上经 只能喜欢你一个人 喜欢我的人可多着呢 那可不嘛 全上经倾慕你的人 那可多了去了 我跟你说啊 你别以为我不生气了 若有下次 我可没有这么豪虎 我想你保证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而且 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要做什么 我呢 就打算回去让我爹 去再相府 跟你父亲提亲 你说得对 我们要好 就好给全天下人看 你这个木头人 终于开窍了 木头人 我会不会比较